防暴警察發射催淚瓦斯 試圖驅散連續第四天 聚集在中國廣東海門 抗議一家火力發電廠計劃 擴建的數百名示威者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說 在星期五 大約有500人聚集在 廣東海門市的一條公路上 警方向抗議人群發射催淚瓦斯 大規模的抗議是星期二開始 引發警方和村民之間的衝突 一名拒絕透露身份的村民說 以前電廠沒有來到這裡 我們的抗議沖沙後 現在的水全部都變成污染了 示威者說 他們沒有從當局那裡 直接聽到對此事的答覆 他們還要求釋放這個星期 被拘押的幾名抗議者 最近幾年 針對腐敗、污染、工資 和徵地問題而爆發的抗議活動 在中國越來越普遍 分析人士認為 部分原因是互聯網使用的急劇增加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 用戶人數超過4億5千萬 全要去電視 世界上互聯網 來自房主 無界 世界上互聯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